讲完了我们再继续哦 好 那题目的部分刚才是我们自己建制的 接下来的题目的部分比较特别的是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吗 建完了我要进去修正 来 这边再编辑进去 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 他右侧的部分有一个选项是 我可以用别人做的题目券进来用 有没有老师没印象 就是这一个搜索的这一个 所以老师你点他哦 例如说我找数学 你要打中文 要打关键字就是 来 我严重怀疑这是你们啊 有在场的吗 怎么都跟我喜欢的方法很像 就是数学数学数学 有没有 就是刚刚我们上跟他老师的练习 那假设 假设我要看这一个老师的 我就点他 点他 然后你看旁边 你看1加1 2加2 3加3 是不是 好 那他已经做完了吗 他已经选了吗 所以我要如果要增加 来 我碰到他有个ADD 有没有看到 加 这一题就加进来了 所以他的题目是可以共用的 也代表着如果你是自己出的 你看你可以自己就是试看 你可以加啊 只有我自己的 那就是我自己的 所以就是我的卷中的题目 是可以被抽出来给别人用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刚才我们在卡户里头看到是整张 卷的移动 整张卷里面的 你可能用增加卷的方式去处理 那个卷 可是这边的话是你可以在这一张卷 抽你以前曾经出过的题目 混进来搭 这样老师知道我的意思吗 会更好用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这个可以补充一下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增加其他的卷 好完成了 我们就按一下finish 就可以结束他了 好 那再来 这个卷出完之后呢 这边补充一下下 老师你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注意一下 刚才我们有讲说卡户跟 那个QIZ这两套工具呢 没有办法在我的 那个 APP里面执行 他必须要透过网页版对不对 来我给各位看哦 这是我的手机 好 那我如果现在想要从这里增加一下 我自己的手机哦 我用手机的方式进去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出题 用手机哦 登录 手机的网页啊 老师们进去后 我来用login的这一个 看左边这个画面哦 好 我现在登录进去后哦 我注册 登录 我先登录 OK 好 来 我现在进来里面哦 你看左上 左边这一区 我要跑一下 好 比较慢一点 来 左边这一个区块呢 老师会发现 手机是没有办法建置题目的 因为他没有 对 他没有建立 那如果我们用我的呢 我的进去看 进来看之后在这边 我也没有办法 EDIT没有编辑 代表着手机的画面的关系 他不让你编辑 老师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 手机的关系 好来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样不方便啊 我要编课程 难道我就是一定得要在我的手机的地方才可以吗 好 好其实也没有 来 这一个是我的平板 今天很忙你知道吗 又要拱布又要干嘛 又要调手机载具 左边的是我的平板画面 好 我把我的手机断线 让他速度可以顺一点 OK 来 我的平板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平板的载具画面比较大 所以呢我现在进到平板中后 我们点旁边这里 一样左上角这三条线点它 好 平板就可以让你编辑 平板就可以编辑 所以呢你进到平板里头后 那我们旁边这里 这个位置它就会让你点 就可以有出现的 因为有连线的关系 看到没 建立在这儿 它可以建置 所以我就可以点进来后 去建置新的卷 因为平板的画面的关系 所以这边老师要注意一下 手机有些是没有办法用的 好吧 因为它那个大小 那要用平板可能会比较适合 所以这边跟各位做一下补充的说明 好来 那我们再继续 好所以我这张卷是不是已经确定好了 来我们要玩咯 要玩了 要开始来考试的时候呢 同学端呢 看它是用手机还是平板 或者是网页都可以 那它的APP有一个 它有个APP是For Students的这个 就是它一定是只有For学生的 你看它有APP 好 这个它是有学生端的 学生端的 所以学生的部分可以装好不好 那我现在是用电脑版的部分来做说明 好所以我们用Play 好方式是一样 那刚刚没有开音乐 所以可能对音乐没有感受 那现在我把音乐打开 来 一样的我们画面的部分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呢是学生端 好学生端 然后呢另外一个区块是老师的部分 这一个 这一个 好老师端 我们一起玩咯 OK那它也是一个类似房间号码 所以其实那个逻辑你只要通了都很快 好那这里的玩的方式的话 来老师进来后你就点旁边找我们曾经建置过的考卷 点进来 好进来之后第一个数学小考是我现在想要考的 我就点进去 好那我们开始要Play 了 Live 直接做一个就是线上即时评测 OK 然后进来后下面一样有一些随机呀 题目随机呀 选项随机呀 你发现 好来 好它的房间号码在这里 这边 所以呢旁边这边的话 第一个学生如果没有APP 他们就到这个网址 进来之后输入这一个号码 好所以我这里就把号码打进去 335516 老师要一起进来哦 因为它的媒体会有回馈 蛮好笑的 OK好 你们进来会啵啵啵啵 有没有好有声音 我放大一点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下面在下面 然后他会为每一个人赋予一个图片哦 看到没 你会有一个图片卡弄妖怪图片哦 对刚好是在这边下面 好进来没 要开始了 好来 START 你这样一会有声音啊 应该还不错吧 对来 你看我不用投影给学生 老师看到的是你们作答记录的状态 你看一下你们的作答记录 旁边这里 我刚没有跟上 老师看到的是学生做的状态 所以是不是学生自评 他可以自己来 对然后你看学生是这样 答对他有自己的选项 所以他可以自己就是做自己的 一题一题做 那也可以设定哦 好我们进来之后就可以选答案 他的全选是不是一定要全部都对才算 对不对 对 然后答对了后会有图案 你看他会有图案 这个大学生觉得很好玩 对然后再继续下一题 答错 他会有这种图案 分得出来吗 两种的差别 可是音乐的话 还是那个 台湖比较手动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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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看一下你的这个状态 然后作答的记录在下面 OK 好 来 我们看一下老师端的 然后就离开了 离开了 好 这学生的 好了 我们看老师端的 你看全部做完之后 就变成这种进度 有做的进度的状态如何 这边可以看 老师把声音先关掉 好不好 来这里 像每个同学的状况在这里 可以看得到 那这是以学生的部分来看的 旁边这边是以题目的方式来看 每一个提醒大家做的状态如何 OK吗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呈现方法 不太一样 完全不太一样 好 然后你完成之后 假设我这张卷子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要停了 好 就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 有报表 首先我们要先结束它 课程要先结束 来结束它 然后按下结束这一个活动 结束掉 结束掉之后就跟你说 前五名 还给你翻牌 我把音乐关掉 应该有音乐 对 对 那这时候就是要开始涨声的时候 好 来 这边就是 凌进来之后 好 这里就会有download e-sale 也有 我发现三套都有e-sale 都可以抓了 好 都有了 然后下面是名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download e-sale 好 好 出来之后呢 在这里 看一下它的表格 这样 长这样 也很清楚媒体的状况 答对答错都有 对 所以老师也可以去用这种方式去评估它的 分数啊等等 那一样分数你看 它也是用那种时间的做答跟正确率来看 所以你看就算都是100哦 分数还不一样 因为时间有关 所以这个老师可以自己去 你可以用 你今天可以进来看它答对答错 然后去算分嘛 这也是一个方式 就不用它自己的分数哦 好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 这是它最后最后结束的一个画面 那都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离开 好 所以就可以回去 那这边还可以再玩一次啦 就不用咯 然后再回到它的首页 为什么意思 OK吗 这个是当下直接开始玩的方式 所以跟卡户有点不太一样 好 那它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再进去哦 好 到我的考卷提库资源库里头后 好 我们再点进去 对 网络好像有点卡卡卡了 整个卡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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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